大家好,我是阿德师傅 欢迎来到面包师傅的真心话第二集 有技术就能开店吗? 阿德师傅在上一集呢 有说到一些给想要来面包店工作的人的一些建议 让他们先清楚一下面包店里面的环境跟工作的流程 那今天的这一集呢 是针对于你在面包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有相当水准的技术 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走 那有几个方向 有可能很多人呢 都是利用换一家店来从学徒换一家店 下一家店就应征成三手 然后呢他可能做了两间店呢 都应征三手之后 他觉得他技术有更往上提升了 他就会再应征下一家店作为二手 那最后呢再慢慢慢慢的跳到师傅的这个职缺 那到师傅的职缺还是在替别人工作 还是在替公司工作 那做这个行业最终的目标呢 许多人都是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 有自己的风格 有自己的品相 有自己的味道 那我觉得 这个阿德师傅呢 在做这个面包近十年的经历里面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在分享之前呢 我想大家知道创业有三本 第一个呢是本人 第二个是本钱 第三个是本事 那本人呢大家都有相当的技术之后 我们本人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那第二个呢讲到本钱 那如果你是一个存钱的人 有目标的人 想要为着你的开店梦想呢 之前就有做一个相当的计划 那本钱我相信应该也不是问题 那最重要的就是本事 本事呢 他就觉得 我们好像有一定的技术水准 有一定的基础 那我们就可以来开一家店 那我做的面包也不错 也蛮漂亮的 也蛮好吃的 但是呢 这个呢就是讲到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在 就是会做面包 有技术了 真的就能开面包店了吗 那待会呢会为大家一一做解答 阿德师傅呢 在这个面包行业十年里面呢 跟我同事的一些老师傅啊 大概有六七个哦 他们都是以前自己开过店 但是呢 后面呢 他们店呢经营不散 或者遇到一些的问题 没有人手 做不出来 身体出状况了 然后就把店收起来 后面再来这个 跟阿德师傅做同事 那在这个做同事的过程里面 他们就会一个一个跟我分享 在以前的过程里面啊 他们遇到开店会有哪些的问题 然后呢或者是 自己经营一家店 有一些的状况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也给在这条路上 一起奔跑的你呢 一些的建议 那阿德师傅目前呢 是没有自己开过店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不只要学会 做面包的技术之外 我们还要去观察每一家店 他如何把他的面包卖掉 就是讲到行销两个字 那行销呢分成很多的种类 一个是这个在店面外面贴的 这个海报嘛 平面行销 那一个是走线上行销 网路行销 网路行销啊 可能就需要有一些人来做 这个 比如说在 YouTube拍影片啊 像阿德师傅一样 那第二个呢 就是做脸书上面的粉丝专页 第三个就是做LINE的群组 与这个客户里面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 但如果你不擅长做这些东西呢 你只会单单的 单单的就只会做面包 那你在宣传你的面包的市场 你就少了人家好多的管道 你就只能大家 这个做口碑 我觉得好吃 我告诉街坊邻居 我在这里买的 这个也不是不好 传统店都是做这样的方式 做一个平面的行销方式 那我觉得我们能够 在这个网路的时代里面 能够更进一步 看见能够更利用网路 来做行销的话 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才能 或者是你有这一方面 才能的朋友 你在这一步上就是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呢 就讲到人员的控管 很多时候啊 其实面包这个行业 渐渐在没落 没落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年轻人不是很想要学这个 因为很辛苦 钱又少 工时长 那我觉得在这些问题底下 就产生出缺人的问题 那缺人呢 你面包店里面没有人 你就只能做一定的产量 一个人就有一双手 再怎么厉害也没办法做 两个人的事情 那我觉得 很多时候就是缺人 有些师傅他就是没有人手 请不到人 门室请不到人 然后 作业 作业 做面包的师傅也请不到人 最后呢 他就把店收掉了 那第三个就是 第三个很重要 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原物料的成本 远远高过于 他不断的在攀升的时候 就高过于你的获利成本 但是你的面包没办法 一直去涨价 那你的薪水也没办法 自己把别人的薪水往下调的情况之下 变成说你的成本失衡 成本失衡的时候就只能被迫停业 那 在这些的问题底下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也需要看见 我们呢 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 有的时候 我们都万事俱备的时候 还是一样可以来试试看 创业这一条路 不是说今天阿德师傅讲完 大家鼓励大家不要创业 不是这样子的 很多时候呢 只是先把丑话讲在前面 让大家呢 没有想过的事情呢 借着阿德师傅来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来想一想 因为呢 刚好听到 这个 我们车界的廖老大 他说到 要做了工作 要看以后 有没有未来的前瞻性 可不可以自己做老板 他第一个就讲到面包店 所以阿德师傅今天想要发这个影片呢 让大家 想要往面包店发展的人呢 还有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